駕駛人在人行道前 沒有停車里讓行人 小行車乏環的上限 將會從原本的3600 提高到6600塊錢 對 還是錯呢 好 來 請舉牌 我記得提高到 6000多 可是我不記得 大概是多少 可是我後來想說 我後來舉完之後 我就想說 6600好像算合理 因為66大順 它會不會就是希望 就是大家在路上都很順 對不對 那我還一路發 我罰8000 剛才罰16800 16800 不是 如果你是吃到罰站 想說什麼66大順 要我花6600 氣死我了 但是我記得有加高啦 可是我不記得加到多少 你在人行道前 沒有禮讓行人 好 沾律師是 對 錯在哪裡呢 它多了600塊啦 多了600塊 好計較 只有提高到6000塊 那相對應的認定的方式 都是跟以前一樣的 那這邊有個手板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手板 對 那原則上呢 你如果沒有禮讓行人的話 它的判斷方式就是說 三個枕目 三枕 就是地板上的斑馬線 斑馬線 對 它在來之前其實大概 其實這個當然很難抓啦 就是說你在過來之前 如果它還沒有 1 2 3以上的話 其實是你可以過了 那如果它已經走到像這邊那麼近了 你看 剩下一枕的話 離太近 這時候就是不行了 就不可以過 這是第一個判斷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啊 你不能滑行的過來喔 剛好滑到它剛好過去的那一刻 這樣是不行的 蛤 對 你要禮讓它的話就是 完全的禁止的等待 然後再過去 那如果我們跟斑馬線距離要多遠啊 其實原則上你就是不能壓到 不要壓到斑馬線 對 原則上就是不能壓到 懂 所以這個規定其實是蠻 比較困難一點的啦 因為原則上你要怎麼舉證 還是要有警察來錄影 當場要來做一個檢舉的動作 而且目前我們常遇到就是說 行人可能緩慢 甚至仰望耶穌 站在那邊看 我突然想要耶穌嗨 然後停在那邊 那這種時候怎麼辦 其實他們其實 行人還是有罰者了 他是被罰就是阻礙交通500塊 原則上還是低愛 對行人好像比較體貼一點 因為台灣人愛錢啊 所以你只要把它抬高一點 應該就有效的嚇阻這件事情 或是可能分 應該說重罰之後就會首規 首規矩一點 確實 真的